咱们谈恋爱的时候 你追我的时候 答应给我买房子 那你现在怎么又变了呢 过年是家里面 现在确实条件不怎么好 那你当时就应该讲清楚 当时你追我谈恋爱的时候 咱们结婚之前就应该讲 你的意思是当时 他骗婚了是吗 不是啊 当时他那个 就是他父母 就是说 样头你放心 咱们房子这事 你肯定得解决啊 语气特别静调 然后我也觉得 他父母就是 挺老实的 挺憨厚的一个 他也是跟他随他父母 挺老实 对我特别特别好 我说那我就跟我爸妈说 我说那没房子就 那不因为别人不买房子 就算对你不好吧 但是你在之前 你父母很肯定地口气 他也是很肯定的 现在只口不提 但是他说 他那个家里 没钱买房子是不是 那你不要除了 我生二胎 他父母都没说 为啥一个生二胎的 对啊 一个小孩一次带 两个小孩 一二小孩 女孩 女孩 他是不是觉得 就是我觉得 我生个女宝 他重男轻女 就是想让我生一个儿子 给他 我不是做男轻女 但是宝宝就是 八个月的时候 他就说 咱俩什么时候 准备要二胎 我到时候身体都没恢复好呢 他就催我生二胎 那你会跟他说 你说我还不急着生呢吧 对啊 我说咱们就是 别急着生二胎 这不是你们夫妻俩 商量的事吗 关键他不听我的 我说你别提 生二胎的事 我说你有本事的话 你把这一个孩子 给我抚养好了吧 因为之前就是 孩子的奶粉钱 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 因为我生宝宝的时候 就是奶水不够嘛 我奶粉他们也不掏钱 那应该你们夫妻俩掏钱的嘛 对 行 那我掏 他没有钱 全部都是我在掏的 那不是很正常吗 那不该你们掏吗 那凭什么是我断问一下 他钱从哪儿来 他不是全职太太吗 是我父母给我的嫁妆钱 那不是也是你们夫妻俩的钱吗 那是我的 不是他的 那娃是谁的呀 娃也是他们家的 不错 我的天哪 这姑娘 你看看 你就没法聊天了你这个 关键是你也知道 我是全职妈妈 我没有多少钱 去承担孩子的奶粉钱 她也是一个月 就是一千块钱的 就是生活费吧 你一千块钱 隔现在能买什么家 那我想问一句 你们俩为什么要生孩子 既然养不了 你们俩干嘛生啊 是意外怀孕的 她父母跟她都 极力要求要的 我两个就没有正式的工作 所以你的逻辑 我现在听明白了 我不想要的 你们让我要的 对 所以要出来 就应该你们来管才对 对 而且孩子的尿不湿 什么奶粉钱 都是我在承担 你父母我跟你 就一个月过一千块钱 能干嘛呀 不不 咱们不说这 我现在听明白了 我现在听明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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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